恭喜金融 魔方小小敢犯我大夏天門 來犯 今日本王便回了你這天門 仗平你大夏 口出狂言 受死 偉大的金陵王 他們已經中了我的毒 現在已經是廢人 神明天 你竟敢叛國 你可知道讓他們破了這大夏天門 有多少大夏子民會死於非命 叛國又如何 偉大的金陵王大人已經許我為真神 殺幾個賤人又如何 一個畜生 帶到世尊出關 你們一個都逃不了 可惜你們等不到那一天了 偉大的父神 何等小輩 竟敢放我龍下天門 當時 龍下無能 食人不明深入居獨 尚出外國野神 操擾了世尊心胸 不罪 此事不怪你們 起來吧 謝世尊 還不自裁 宣源天尊 你不是在必死關嗎 天地都不能束縛本尊 何來死關 這是個誤會 是江峰 就是四大神女的師尊 宣源天尊 金陵王大人 他就是個假貨 他就是個廢物 之前被他家的同樣席給斷 全家都被斷 後來被我林家追殺了多年 沒想到是在這兒躲著 金陵王大人 他現在就是在虛張盛世 你不是 金氏之勞魚 看西爽本身亡 金氏就讓你三十萬段 你也配 你 聖人大人不要殺我 我也一貴上天門書罪 你也配 天德大人 我這是誤會 我這是被逼到 我這是被逼的呀 當初追殺我 也是越加鼓勵的 多謝師尊出手相救 金龍印至尊敵人 接口不殺 向外 師尊這是要離開 金陵王雨月 龍下載武器的 在新來來 陪我回雲州 師尊去雲州幹什麼 國勢已闢 既為家 隨意去報恩 五毛 十年前 我江家被葉家算計 攢造滅門 我雖逃離了雲州 卻也快要被火毒折磨至死 若不是靈兒的出現 你怎麼了 你怎麼了 你怎麼樣 要不要去醫院啊 主人 金龍 我讓你查陳家近況 你了解的怎麼樣了 主人 陳家現在 陳家現在怎麼樣了 十年前幫助您逃跑之後 陳家就備受林家的打壓 陳叔叔自殺 李阿姨顧下了雙眼 什麼 那靈兒呢 靈兒現在怎麼樣了 主母現在已經繼承了家業 可是卻處處受到葉家家屬 林家的打壓 眼看就要破產了 而且根據調查 陳叔叔的死因也是另有蹟蹺 好 你還要和這件事情有關係的 你都不要放過 是 我對不起林啊 這一次我要讓葉家付出再一點 那陳家成為比皇族還尊貴的存在 啊 啊 沒什麼手痕 郎哥 我現在實在是沒有錢 你能不能 再多寬卷我幾天 亂窺 那家給這老瞎子過生日 你也要還給我 你要麼還我們一千萬 要麼去陪我們大哥 十一千萬 我女兒只見了500萬 來老大子我跟你說 你女兒見的是高利貸你知道嗎 你這代冒酒宰了你 你放棄我嗎 媽你怎麼 現在打算沒我了 老哥 你這都不是叫我今天好不好 我媽不信我 十年前你讓江峰給擺玩了 現在跟我裝兵吃 再多莫及一切擺了他你信不信 四妹 為什麼呀 我還要回來了 這就對了嗎 來 先把衣服脫了我看一下 不要 我 東西 你說 我 我 他 你殺錢倒的你害了我們這家屬於家 不可以啊 住手 人這些砸碎招死 這個打死 換我好事 多弄死他 我可是黑龍幫寬廊 若非不想在靈兒面前殺人 今日 我回來了 完了 你滾 小楓 你給我滾 你害得我們恰惑人亡 就這還想害死我們母女呢 阿姨凌兒 有我在 誰也不能傷害你們 你若真有這種本事十年前 你為什麼不告而別 你什麼 讓我求你了好不好 反骨都沒看見 你別再害我們了 我 你怎麼 沒有 你也不相信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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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跟我說這些可笑的話 你讓我如何信你啊 當年你張家成聖時 也被葉心血所唸 首先 你臉下被人世家之手 你憑什麼說這樣的話 終於剛才打倒是一個混混 別管你走 你說是真的念當年的恩情 不要再聯絡我 我們現在只要好好活著 零兒 零兒 這以後 感謝零兒當年救命之恩 這以後 扣我牽連成家之罪 這以後 我以男人的榮耀起始 定會護你們母女周全 許你們舉世繁華 主上所有欺辱你們的人 所為此事 先帝人神共主旨 不要瘋了 爹 小鳳 你別在這兒心情狀態了 我不用你扣 我也看不見 你如果還有一點良心 那你現在就去領家 別讓我磕頭認錯 好 阿姨 我這就去領家 等我滅了領家 定會光明這麼大十里紅莊 三叔六頂的娶你回家 雅總哥哥 主任一切都安排好了 好 當年的恩怨 就先從你領家開始 耶 快跑 娘 三叔 快跑 三叔 爸 你一路走 是 找個人給我把他掛起來 我從頭走你來 我 我 配你個老東西 沉江 喂 这血汗深仇也从林家开始 云州地家奉上青年人生一歌 云州赵家奉上唐伯父真祭一复 云州赵家奉上云神不如 感谢大家来参加我的寿宴 江江江峰 快赞中一口 他叫江峰 这名字怎么有点耳熟 他是当初被灭地露江峡后的 我当是谁呢 原来是侥幸逃走赵家犬 今天特意来为你放松 这么多年没有见 口气倒是变大了 不过还是没有你妈当初的笑声的 不过我这个人哪不喜欢老太婆啊 可惜当年我家少爷没人啊 他最喜欢小金总他妈那样的徐娘伴老 他叫谁你个烂 哎你别说 这上了岁数的女人呀就是月 废物啊 我还真是怀念当初面与江家的事 雷林管家当兽敏才杀你 谁啊 老爷你能啊 杀了妻子怕用 谁哈哈哈哈哈哈 林家人 全部该死 死人 天爱我的天爱 你竟敢杀我的儿子 你竟敢杀了他 我快也会送你下去 跪在我母亲面前忏悔 给我杀了他 给他 就你们这些臭鱼烂虾 还护不了林家 小子 你狂妄什么 你狂妄私手 赞你屠猪狗 你狂妄 徐先生 请你帮我杀了这个人 如果你能帮我儿子报仇 叶小姐的赏赐我全都给你 林家主痛快 小子 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你来投 林家的赏赐我收下了 家伙 徐先生说说我废了你 我能当做你的面 像当你为你妈一样 为了他 天门怎么出了你这样的垃圾 正好可以帮小小女清理门户 你也是天门的人 本身守卫天门树实在 既然 这个垃圾交给你了 他不是说本尊呢 也就是个看门的 还阳阴又说 杀习狗 小子 你一个臭看门的也敢口出狂言 我今天一定要失睡了你 区区一个画进垃圾 也敢成高手 小子 你找死 一只蝼蚁也敢对主人动手 现在你还有什么手段 张天策 黄天策 都叫他们出来吧 别动 再过来杀了你 进打四堂军火 太怕了吧 小子 能打有什么 时代不同了 跪下来 四只给我儿子赔照 还有那一人 过来帮家族消火 这有什么意思 你要让这个建国 心事尖了他 家族 还是你会我 那个朋友交给你了 你不要过来 不要过来 不要过来 小伯 不要过来 还用得着我给你磕头吗 你不要过来 啊 哎呦 是误会 误会 误会 刚刚你叫人杀我 是误会 真的是你 吗 这些年 欺负陈家母女 告诉我是误会 十年前 你做了叶家的走狗 杀我江家上下数百口人 如我母亲 凌晨 你告诉我 这些都是误会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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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不能杀我 杀了我 全家不会放过你 你以为我会放过他们吗 啊 啊 啊 今天我不杀你 半个月后 是我母亲的忌日 我要你们凌家所有人 到我母亲坟前 叩头认错 一刀一刀割掉身上的肉 告为我母亲 江家上下在天之灵 对了 这期间 这有处处不能下葬 否则我会让你们凌家所有人都生不如死 不如死 罗爷 您可真是吉人自有甜香 您的手和脚 都让孙徒孙神医给治好了 持续在尽阳几日 持续在尽阳几日 哦 还有罗爷 您可真是吉人自有甜香 您的手和脚 再过几日会亲民咱们云州 到时候 咱们就可以接叶小姐的手 再来那个王八蛋 我等得了这么久啊 江峰 杀 残身之仇 无共戴天 我要让你死无残身之地 你去黑龙会 把黑龙给我叫住 让他帮我杀了这个王八蛋 是 老爷 可是老爷 黑龙不会一定是一个杂碎的对手啊 猪吗 陈甲 当年陈甲救了那个小专 只要拉住了陈甲 不怕你个王八蛋不救犯 老爷 还是你以免 那我这个去办 我要让你跪在我人面前忏悔 请林家家主放心 这事我狂呼绝对给他干的笑不笑亮亮的 听说你小子上次在林家被人打了 是啊 虎哥 你不知道那小子多嚣张 说咱们帮主是条泥鳅 说你 是只杀皮 谁又是你 把那头抵下来 等夜葫芦 刚刚林家打电话来说 那小子打了人家受验 杀了林天黎少爷 连许公共出售 都被盘杀了 什么 他这么厉害 厉害啊 出来混讲的是寂寞 那小子跟陈甲有缘 好 走 上陈甲 绑了陈甲 当着那小专家玩的 不怕他们下回认错 走 不是啊 不用了 人家那小专家 一号片地飞 隔来全国废国 兄弟们 走 秋秋 现在只有你能帮我了 凌儿 不是我不帮你 黑龙会岂是好惹的 就算我爸出面 可能也不好使 那这可怎么办 怎么办 把大爷伺候高兴了 莫许 会给你们孤儿刮目 收 去 成年二 没想到我们在这见面吧 狼哥 钱我已经准备好了 就就 虎哥 狼哥鲍哥鲍哥鱼哥鱼哥鱼哥 鱼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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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的钱 我借给他 来坐在这 我说你真是不见棺材不较累啊 你早点还钱不就没这些事了吗 对不起狼哥 虎哥 那你看 是不是可以走了 谢谢虎哥 等等 狼哥 虎哥 你不是说我可以走了吗 我的意思呢是你 可以走了 他 不行 狼哥你什么意思 一千万我已经给你了 你现在还想做什么 我在跟你谈钱吗 现在这件事钱解决不了问题 给我坐下 虎哥 您先请 虎哥 远程第一美人 我很常在健 好东西等个兄弟 下 丢个面子 我说他在这个夫妻审 都还在这边 我他妈来遗憾我 啊 啊 啊 我求求你快走 我求求你快走 小美人 我确定最好不要说是杀你 妈妈也刺我高兴 我让你这个杀力能吗 三五四 别别伤害我妈我求求你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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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啊 成婊子 买过轮吧 是 你们找死 妹子到这儿来 帅哥 英雄快进去凌二 凌二没事 秦鸾 你送凌二先回去是 先刷一个出手三次 兄弟 我素为谋面 你应该没什么仇吧 五哥 他就是江峰 你就是江峰 本来想过几天再娶你们的贱命 没想到你们居然把竹鱼打到铃儿头上 那就先送你们下去 误会 误会 其实 后面是说了叶家的自我 啊 这也是误会 请你安全把他送回家 可以问问 张晨丽出手帅哥是谁吗 江峰 是是张黑龙 照顾好注目 好 什么嘛 他就是江峰啊 我还以为是什么世家主地 结果是那个丧家犬 这下个完了 你再出现了 现在张黑龙也来了 那个装逼犯肯定要死在这 我得快走 要不然就会被他个牵连了 不不不不 江阁 江爷 你别打了别打了 林大人不记小龙播放过我的帮 你不给我们面子也得给龙爷面子吧 赵黑龙 他算什么东西 配让我给他面子 放手 龙爷 龙爷你终于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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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小子叫江峰太嚣张了 龙爷他简直没有把我黑龙会放在眼里 他把我们打的 江峰是吧 好大的胆气 同时得罪了龙家 还有黑龙会 哦厉害 区区一群走狗 一池泥酒 会一块的侧不够一座行 有何可辞 不要以为你杀了一个小小的许天策 就很了不起 那许天策他算什么东西 早就被南荒开除了军级 四处招摇撞骗 在我眼里啊 他身上都不是 巧了 你们在我眼里 也什么都不是 他妈的废物还在装 别人我不知道你在南荒就是个看大门的 能有什么本事 没错废物 现在我们龙爷还不跪下 你以为我们龙爷 是许天策的那种冒牌货 他背后在南荒开有真正的大人物 那我倒是想听听 背后的大人物是谁 你个丧家犬 臭看大门的 你能知道什么人物 慈善呀 自断无知 跪在地上 还会儿 我们给你的空话 如果这是你想要的死法 我觉得也挺好 我隐了 不愧是京城大上 这家族都被灭了 还这么嚣张 那今天我就来掂量掂量你的分量 介绍一下 这两位啊 是我们黑龙会的共同 个个都是实打实的宁神高手 能死在他们手里啊 也是你前世修 这群土鸡瓦狗罢了 给我弄死他 这两位宁神高手 都给我行如此大礼 你们也不表示表示 滚下 那么 你要干什么 干什么 当年你追杀于我 这么多年 打压陈家 问我要干什么 老公 我告诉你啊 你要是敢动我的话 天门是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我倒是想知道 你背后的天门大人物是谁 什么意思 给你的那位大人物打电话 给你十分钟 十分钟内 如果他没来 我就送你们上西天 这可是你自己自找的啊 快出来 你等一下 你肯定会后悔的 龙姐 快打电话 闷死他 那废物 一会你跪地求饶也没用了 小爷我要把你大些八块 主人 您没事吧 一群蝼蚁还能伤我 零儿送回去了吗 已经派人暗中保护 主人为何不直接废了这帮畜生 不急 这条泥羞说 他背后有天门的人给他撑腰 正好 刚想瞧你心里 你个废物 死到临头了还嘴硬 在我面前抓 九天神旅大人的名字 也是你这样称呼的 一会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还少人解释 鬼女 快点跑吧 为了点钱 陪着个废物一起死 完全不值当啊 你们敢侮辱主人 找死 龙女 救我 救命啊 住手 我们黑龙会的后台可是青鸢台 你敢动我们黑龙会的人 青鸢大人是不会放过你的 臭 你知道看了吧 青鸢大人可是九天玄女坐下第一人 他创办的青鸢台变不整个龙国 江峰 你个丧家犬 去找个臭婊子 打龙国第一女战神的人 但小鸢 我看你长得还不错 这样 你跪下来伺服大爷 伺服舒服了我 犯规 没错 我要你自个儿双手双脚 看我们表演 然后用你的舌头 给我们打扫战场 主人 给你扯战场 给你扯战场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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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住手 你件事找死你知道吗 照顾 你还不可以叫他住手 你这分离是在调讯 居然大力 你干什么 我青鸾台何时收过你们这等垃圾 竟然敢侮辱我青鸾台 找死 青鸾台 你算什么东西 干管青鸾台的事 无名青鸾 青鸾神界 你是青鸾大人 见过青鸾大人 说在下无知 请青鸾大人恕罪 什么 他是青鸾 他叫江峰主人 他莫非是青鸾的大人物 我无光无直 一切不一 你说的没错 我就是个看门的 不过 你们说的九天玄女 倒是要叫我一声尸尸 不可能 龙爷 他是假的 快起来 还是假的 自己要死 还要拉我垫背啊 龙爷 还有你 平时叫你收敛这点 天天给我七男霸女惹是生非 现在惹怒了江先生和青鸾大人 你有几个脑袋 看起江先生 青鸾大人恕罪 饶我不死 你恶怪满营 我凭什么饶你 是我不对 我不是人 是我不对 我不是人 如果忏悔有用 要复刑干什么 龙爷你要干什么 龙爷 我求求你 我知道死我了 我再也不打了 求求你 这看狗东西 无事万贵 欺男霸女 该死 站住 你饶我的命 饶了你 这些年 你背着我的名头 干了多少恶事 张恒荣 你别忘了 老子可是夜家的人 你敢杀我 就因为你是夜家的人 所以我才不能饶你 江先生 您都听到了 她是叶清雪的人 她当初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 调动黑龙会的人 追侠于你 我也是被蒙在鼓里 实在不知情 谈请江先生恕罪 再给我一次机会 恕罪 她说的话可信 属下间日调查 事情大概如此 你说的话 我们都调查过了 你虽被裹挟 但却并未阻拦 依旧死罪 别别别别 我还有用 我知道陈先生 当初是怎么死的 说足实情可服 刘初 刘初在江先生逃走之后 叶清雪发下注释 说说说 说是要铲平我们黑龙会 可是 可是后来这些事情 却不了了之 有一次 我和那广乎喝酒的时候 广乎喝多了 所以 所以他通用了事情 快说 是 叶清雪 后来曾经找到广乎 说是要当他 带罪立功 广乎 于是便送下了一个松主意 他说 他说要折磨成家 你取悦叶清雪 于是 他在陈先生和陈夫人 结婚纪念日的当天 绑架了陈夫人 将他们带到了一个无人的地方 当着陈先生的面 侮辱了陈夫人 而且 逼着陈先生 当着陈夫人的面自杀 陈夫人 难以受毒 于是 他便进回双目 该死 你的畜生 死不过赎罪 把他害下去 因此十大酷刑 我要让他一云手机 谨遵尊主人生命 你不能好死 千八 你 死罪可免 活罪难逃 我支持罪孽深重 但是 还请江先生 给我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 看在你自费的份上 我给你三句话的机会 你江先生的能力 披护程家 自然是不在华下 但是 白密终究一说 我们黑龙会 来是地头舍 由我们暗座向住 定能保程家 平目契约 第一句 我愿意献出我所有的遗产 以陈家 马首实战 第二句 江先生能量巨大 但是 陈家 也可吃不成一个胖子 我愿意做陈家登天的殿教师 以助陈家 一步登天 林二说原谅你 黑龙会才能继续存在 感谢江先生 不杀之恩 女儿 你先休息一下 我给你去倒杯水 女儿是你 妈 妈 是我 慢点 怎么样了 你这黑龙会怎么样了 太顺利吗 顺利个屁呀 江组那个自杀房打的四大凶兽 还不知道黑龙会怎么对着打的呢 你 那这盛林心 害死自己全家都说 把我们害得这么惨 要不是把我们往绝路上逼了 你赶紧给黑龙会打电话 跟他们声明一下 我们跟那个畜生是没有关系的 快 妈 江峰他也是为了救我 现在连我的话都不听了吗 什么叫他救 他不去惹上 你会招惹黑龙会 是啊 灵儿 你管那个废物干什么呀 我只会装病和害人 但是豪文 甚至世间都不在话下 而且啊 不知那个废物 已经死在人会手中了 灵儿 陈姨你们没事吧 我没事了 你没受伤吧 黑龙会就这么让你回来了 那几只土鸡娃狗岂能伤我 一会他们要过来 什么 黑龙会要来 怎么行 你给我滚出去 滚到我这 江峰你个废物 没想到你如此贪生怕死 这把黑龙会的人惹过来了 灵儿 你对这种人还抱我幻想吗 江峰 你 灵儿 陈姨你们误会了 他们是真的要过来道歉的 你放屁 你的意思是 你把照片上收服了 这里有你什么事啊 我是灵儿的闺蜜 而你就是一个流氓 一个逃了十年都不敢露头的搜索乌龟 江峰你走吧 我不能让我妈受到伤害 灵儿 连你都不肯相信我了吗 他们一会真的是要来道歉的 灵儿 出来 出来 快出来 灵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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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会的人来了 江峰 江峰 这就是你让我给你的信任 我 江峰 你要是个男人 你出去让他们把你给打死 你怨恨恨我们 扫买心 扫买心你快出来 出去 啊 出去 灵儿 我去去就来 陈灵儿出来 出来啊 陈灵儿老子来讨债了 刘哥是你们啊 我到底怎么回事啊 妈 不是黑龙会的人 是咱们公司的工人 我去处理一下 好 江峰 不是黑龙会的人又怎么样 你能帮您啊处理这个问题吗 灵儿 交给我来处理 你处理 你怎么处理 你不会又要打人吧 怎么会呢 你不是欠他们钱吗 我来给 你有钱 这位兄弟 你别着急 他欠你们的钱 我给 这张卡里有一千万 密码是六五四三二一 你们去取吧 真的就是 真的 我就在这里等你们 如果取不到钱 你们随时回来找我 陈总 对不起啊 刚才实在是不好意思了 我们也是没办法呀 我们几个上有老下有小的 出来打工也不容易 要是这张卡真能取出钱来 我们搁几个 给你磕头赔罪 刘哥您别这么说 本来就是我有错在线的 呃那没什么事 哥几个 撤 刘哥 这卡肯定是假的 他们肯定是想趁咱们去取钱 然后偷偷跑路 什么 臭小子 你敢骗老子 这张卡是真的 我去你妈的 刘哥 这小子叫江峰 在天门 他就是个看门的 他上哪弄一千万去啊 刘哥 不是这样 咱们把陈家抢了 抢了他 你是谁 你怎么知道我身份的 你小子怎么着 还想动手是不是 兄弟们 给我砸 啊 别 别走 废物 你都看你干了你什么 那这是刀的什么孽呀 兄弟们 兄弟们 别跟他们废话 罚啊对 罚啊 你是不是临界派你来的 我给他 家伯 啊 啊 愣着干什么呀 上啊 感动我这个 啊 啊 我 关门手啊 啊 说啊 谁派你来的 这我老子上来要后尘的 还需要谁派我来吗啊 啊 知道我是看大门啊 啊 我老子老子 老子站着谁看大门的就怎么了 谁看大门的丢人了 谁杀人灭口啊 二哥 快快快救我呀 这新疆的要杀人了啊 你你给我放手 二哥 快快放箭 把这一架子杀人犯 把我抓起来 放箭放箭 你这个小把心 你给我滚 快出去 小兄弟 别放行 别 妈 老子这个人要杀你 什么 阿姨 这件事情交给我处理吧 交给你处理 难道你要把我们全都变成冻犯吗 不是 大家会听我说 我们跟这个人没有关系 我们跟这个人生也没有关系 妈 妈 妈 江峰我再也不想看到你了 你走 刘哥 刘哥 欠你的钱我会还 但是现在我要先送我妈去医院 能不能行个方便 行 三天 三天以后我要看到钱 走吧 刘哥 不能这么算了呀 我这哥们 哥们说话了 竟然敢动刀子 等回去好好教训教训 刘哥 说来就来说走就走 你们把这当什么地方了 叫黑龙 灵儿 这些怎么办啊 完了完了 叫黑龙来了 灵儿你放心 他是来赔罪的 够了江峰 事到如今你还敢胡说 龙爷 对不起 裴小姐 龙爷 你什么都不用说了 我们知道是谁惹了你 你看 你尽管把他带走 我们这里没有任何人和他有关系 是啊龙爷 我们跟这个人 没有关系 龙爷 这件事情因我而起 我跟你走任凭你处置 求你别伤害我妈 别别别胡说 江峰 你要是个男人你都站出来 难道你要灵儿替你赎罪吗 灵儿 找黑龙是来赔罪的 我什么新疆的 这脑怎么有病吧啊 龙爷给你道歉 龙爷要是给你道歉 我他妈跪下来把你血给你舔了 江峰 事到如今你还在胡说 龙爷他 龙爷小姐 他说的没错 我确实是来陪你带 对不起 我 什么 龙爷 你没搞错吧 你给他道歉 龙爷小 龙爷 这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把人带上来 这小子是林家的 就是他支持刘儿过来闹事 真真让江峰给说对了 还有他 收了他的钱 在中间伸风点火 胖子 我们可都是同乡 你竟然利用我们 没错 你差点让我们变成杀人犯了 龙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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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能继续犯错了 先把他们两个带回去 走 蒙 龙 龙死他 是不会关过你的 陈总 是我们不好 给你们添麻烦了 这工钱 我们不要了 刘哥你别这么说 再给我几天时间 钱我一定会给你们的 刚才给你的卡里 真的有钱 拿去取就是 江少说要就一定要 恳请陈小姐谅解 龙爷你这是做什么 快起来 陈小姐 如果今天你不原谅我的话 我就在此常归不起 直到你点头为止 就算你归到死 难道就能换回我爸 难道就能让我妈复明吗 当年之时 黑龙并不知情 是由黑龙手下狂虎艺人所为 今天狂虎我也已经带来了 来人呐 带狂虎 这真是狂虎 他怎么变成这样子了 狂虎已经废了 任凭陈小姐 妈妈 这真是狂虎吗 是的 女儿 就是这个畜生 是他必死你爸爸 我我爸他不是自杀的吗 是这个畜生 女儿 啊 妈妈妈 他已经死了吗 他已经死了 啊 你这是做什么 你这是做什么 当年只是 黑龙虽未参与 但是黑龙也确实脱不了干系 此必赎罪 张会长 如果你能把当年陷害我爸的人全部撑住 我愿意原谅你 当年参与此事的所有帮助 已经全部按照方规处理 并且交由执法机关 等待他们的只有律法森严 陈小姐 陈小姐 此为黑龙令 至此令人 可以好领我黑龙为所有帮助 恳请你收下 请陈小姐收下 张会长 我可以冒昧的问一句 你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什么吗 是因为江峰吗 陈小姐 是青鸾大人 青鸾大人最近也在云中 这一切都是他的受益 多谢青鸾大人 多谢啊 灵爱 你在胡思乱想些什么呀 怎么可能是江峰那个嗓门心 你刚刚没听说吗 他就是天门一个开门的 之前还有人在哪里是 我还以为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 原来就是一个臭开门的 江少 他其实也是人中浓风 如果他还是江少 那当然是 可现在 他就是一个满嘴大话的废物 张会长 这灵牌我不能受 雷兰 为什么呀 陈小姐 为什么呀 莫非你还不愿意原谅我 如果你还不愿意原谅我的话 那黑龙就只有 常归不起 我已经感受到赵会长的诚意了 赵会长快起来吧 那这灵牌 我陈家现在根基太浅 如果直接赤下黑龙混产业 便会成为众矢之地 我们管理不过来也守不住 也好 那我就暂时先替陈小姐保管 不过 我这里有一个十个亿的合同 还请您一定向他拿 多谢会长 如此 我也算是输回了当年的一些罪孽 那黑龙告退 赵会长请便 江峰谢谢你 刚才 是我误会你了 没事的灵儿 为了你我什么都愿意做 你还真是大言不谈 刚刚赵会长已经说了 是因为接鸾大人所以才来赔罪的 妈 就算是这样 江峰他刚才也拿了一千万 我说那一千万我倒还忘了 他肯定是骗人的 待会刘儿他们就会回来 我会报线的 刘儿走 咱们现在赶紧走 妈 江峰 那卡里真的有一千万吗 当然 可是他们说你在天门是看门的 我的确是个看门的 但是我从江家出来 多少应该你些私房钱吧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等我和赵会长的项目拿到了钱 我就还给你 林二你我之间 何须如此 可是还什么还 为了他 你爸死了 我眼睛瞎了 他有一千万 现在才拿出来 可见有多么子嗣 这钱不用还 这是他欠我们的 可是妈一马归一马 江峰不好意思 我妈妈他失明之后 没事的林二我可以理解 陈一说的对 是我回来太晚了 哦对了 陈一的眼睛我能治好 真的吗 你真的能治好我妈妈的眼睛 我有把握 但是我现在还缺少几位药材 如果真的那样 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 你是我为我们的妻子 何须感谢 这废物 别隐悟 知道你心里边怎么盘算的 先娶我我 没门 我老婆子 这眼睛瞎心不瞎 你是骗不了我的 你先是冒了亲卵大人的功劳 然后拿出自己的私房钱 帮林二还债 现在又说能治好我的眼睛 你无非就是想林二感动之下 尾身于你 可真是好酸气 陈一你误会了 我是想举林二 但定是堂堂正正的 我呸 我看门的 说什么堂堂正正 你以为你是九天玄女 说过你才做 林二伟生于你 那几位药 这一辈子恐怕都找不着吧 陈一你真的误会我了 妈 江峰哥哥他不是那样的人 林二你冷静点 他已经骗了你一次了 他还会骗你第二次的 江峰哥哥他不会骗我的 他区区一个天门看门的 怎么可能有样是恶不明的本事 别说他了 便是那名洞鸟省的药王孙错先生 这不可能做到 但是你 你不会打算用这个 哄林二伟生于你吧 你别胡说八道 怎么 你那点小心思被发现了 老兄成怒了 我告诉你 我是你个最好的闺蜜 我不会看着他往口坑里做两次 林二相信我吗 我信你 可是现在好 三天之内 我定让陈寅的眼睛 失而复迷 江峰哥哥 让他走 这个废话 只会这事 跟着他 迟早会害死我们的 江峰你们站住 死 我让你找的药材找到了吗 找到了 鞭鱼类已经从天门调来 现在还差火灵芝和龙蛇蛋 在云州的地下黑市开卖 走去黑市 江峰你给我站住 我现在没空打理你 江峰 我也不想和你说话 但我只和你说一句 有话快说 江峰 你要还算个男人 就努力成为天门战将那样的人 而不是当一个火头兵混不下去了 又来骚扰他 别说天门战将 天门选女见到我 也要执弟子里 我倒要看看你装什么算 主任那个女人追上了 不必理会 给陈寅找药要紧 下面拍卖的是唐银珍品 山路松生图 起拍价3000万 4000万 我出5000万 我出8000万 8000万 徐老板出8000万 还要更高的吗 8000万一次 8000万两次 8000万成交 恭喜徐老板 没想到这小小的云州 居然还有山路松生图这种真品手卖 这鱼龙派卖行遍布全国 背后的大老板乃是京城的徐安 原来是徐安的产业 怪不得连火灵芝和龙舌胆都有 主任你放心 选女大人已经联系徐安 火灵芝和龙舌胆一定能得到 我们去做吧 现在拍卖的是拍卖会的压州宝物 火灵芝和龙舌胆 起拍价3000万 3000万 刚才山路松生图卖了8000万 火灵芝和龙舌胆乃是无价之宝 恐怕腰破亿了 有的人啊 空有一副好皮狼 殊不知 跟了个废物 现在落下个没眼力的下场 你什么意思啊 原本以为你们甩开我 是怕我看到你们大杀四方的场景 没想到啊 是怕你们这副废物样子被我看到 叫驾的人 可是药王大人孙拓的弟子 陈兵陈大师 谁敢和他叫驾 孙拓的弟子 怎么样 废物 害怕了吧 药王大人可是通天的大人物 捏死你 就像捏死一只蚂蚁那么简单 不过害怕也是正常的 你这一伙头兵 实在是 4000万 江峰 你疯了吗 那可是陈兵 药王大人的弟子 你敢和他抢 你不要命了 有的人自以为见识广博 殊不知自己才是真正的存底之外 缺习一个孙拓 便当成了通天的大人物 殊不知 在我主人面前 所谓的药王 不过就是个药棚罢了 你 你们 这位先生已经四天了 陈大师 这是你看 完了完了 这叫完了 这东西肯定是拍买好了 一定给成冰的 你这废物 等死吧 拍卖会没有结束之前 谁都不能走 各位大哥 我 我是要去洗手间 坐下 完了完了 废物 我要被你害死了 就是你们 要和我走了 陈大师 您别误会 我和他们不是一起的 江峰 你个废物 还不快来给陈大师归下道歉 我正常听牌 蛇区认错 你 相信 我说我说瓦特 你他爸有什么时候 我陈大师教的 那就是 咱们云州他们 好像在那里以来有个规矩 那就是凡是涉及到药 之类的东西 都是以底价卖给我们的 陈大师 你他爸算什么东西 竟然敢来破坏这个规矩 肯定的规矩 谁 你小子竟敢质疑拍卖好 真是早死 啊哈哈 陈大师 各位大哥大姐 他这个废物就是一外地人 他不懂规矩 您要杀要寡 都行 我和他们不熟啊 外地人 外地人不懂规矩正常 谢谢陈大师 谢谢陈大师 废物 还不给你走 陈大师 我说过让你们走了吗 陈大师 你不是说他不懂规矩正常吗 脑子话还没说完呢 不懂规矩 不代表可以破坏规矩 小子 我给你一次机会 自断四肢 把四千万给我奉上 我就放了 就这点条件 这小子还挺有眼力气啊 你身边这两个妹子不错 给我留下吧 你这个废物 我要被你害死了 你是不是自己动手 还是让我来 你们拍卖行 是要继续公平竞拍的 还是要帮这个家伙 你们只有你 好黄黄的小子 江州没人敢跟我这么叫烦 小子 这位 可是鱼龙拍卖行云州分行行长 黄宽黄行长 你可否 敢把刚刚的话 再讲一遍听听啊 陈大师 我可没兴趣跟这种垃圾对 那两种神药我答应给你 谁也别想多早 感谢 确定 确定 天王老子来了也不行 何况这种小虾 还敢威胁我 那就没办法了 早知道没办法 就赶紧自断四肢 把这两个女人 碰上来吧 吴汉长 别看这小子小子搭起来 但是身边这两个女人 可是极品 要不 你先选一个 就选他吧 你个废物 臭看门的 都是因为你 如果你还想要那只手的话 我劝你放开他 臭小子 你别多怪神色 秦伦 达达 笑 没想到啊 没想到 这位美人 竟然是一位恋家子 我什么 别跟着这废物了 跟着我吧 臭丑你找死 你 你什么时候给我吓的 哈哈哈哈 知道厉害了吧 这可是我的独门药 几天下无人能解的 你要是不想 轻火而焚身的话 就乖乖的把我造熟了 陈大师不愧是药王的弟子 这手段 真当是 叹为官职啊 我说小子你行啊 敢和我们的陈大师作对 我看你是不知死活吧 我 我也有点愈 江峰 你个臭王八蛋 你害死我们了 怎么样 现在知道 谁是英雄 谁是狗熊了吗 你们呢 就乖乖的帮我做 我自小学 是 可是补得足足的 我一定把你们伺候舒服了 你休想 陈大 臭牙子嘴 还够硬 陈大师 我来帮你 王航长 我这个人呢 最不喜欢 霸王一场功 还别着急啊 等这毒再发作发作 待会儿 他会跪下来求着咱们重新的 不过 王航长 你倒是可以把这个碍眼的废不 你让我 给我上 谁敢上我家主人 别称杂美啊 这份独天下独鱼饭 除了我师父冷静 没有人 你呢 就乖乖的 区区一些下等秘药 竟如此猝狂 我 我没事了 说 让谁伺候 合同 就不可能 这是我研究了十年的结果 蠢才十年 和一顺无益 常常家干 妈 陈大臣 你怎么样 陈大臣 解药 你怎么解药 我没解药 这是我使得药 你竟然敢害陈大人 药王大人找不了你 一个连国医堂都进不去的废物 只能在一审之内混饭时 还有资格撑药王 狂啊 你竟然敢妄议药王大人 就算在众督府 药王大人也是座上兵 今天你完了 别说他是总督府的座上兵 即便他是许安内老头的座上兵 也没资格和我抢药 他到底是什么人 简能总督都放在你 你以为你算什么东西 虾猫碰了死泡子 剪了陈大师的毒 身边跟了个华健高手 你就认为自己无敌了 你还敢非议药王大人 还有我们许航长 信不信分分钟有人弄死你 鱼龙行乃是国家所有 你以权谋私 纵人行凶 现在还敢污辱我家主人 你哪来的勇气 小子 你装逼吧 要王来了 我们个个都得死 药王大人呐 小子 你这死定了 药王大人 你喝醋台了 你得给我们做住 王行长 你这怎么了 我已经把药给了陈大师 可这小子 中间插了一杠子 不仅把药抢了 还害了陈大师 你可得救救我们呢 头儿了吧 这是我的慢毒沙滑 小子竟敢偷我的配方 这小子平时仗着我的名头 发无天惯了 我真的是他的错 今天 就算是他的错 这现在引渡了我的名声 而且这味道 这个已经用了他自己 想来这家伙 解开了 这小子身上的地狗 师傅 终于来了 喂 是不是这小子偷了我们的独门配方 师傅 就是他 就是他偷了配方 他还抢药 师傅 你得替我做主啊 对 不仅如此 他们还大闹我们拍卖行 还辱骂我们的行长许大人 我明白了 小子 快把你偷的配方 和身上的东西交出来 不然 羞怪老父无情 你们师徒二人 真都是电脑黑白 明明是你们下毒 现在还要抢占我们 这不是无限吗 无限又如何 哪怕他抢一抢 要是惹怒的我师傅 分分钟让你们伤光 你也是这么想的 我研究 独配方 完全是为了以毒攻毒之用 不知你从何处学的 狗狗黑 老父岂能容你 说的倒是冠冕堂皇 不过我想用毒 岂会看得上你这狗屁曼陀沙滑 果然还有其他的毒 都出来 把身上有害之物 全部救出来 吃月侠 知道 这吃月侠虽然不是最毒的 可是最强的米药 连国一堂就把沈一盒都解不了 你那是仿制的吃月侠 还不及那吃月侠的十分之一 这小子能够解开 身上一定有好东西啊 我就说嘛 还是咱们要王大人厉害 谁敢跟您作对 那只有死路一条 还他们敢装逼 那个孙老 您能不能把那臭小子交给我来处理 可以 但是皇上 你得答应我 待会不要伤了他的性命 或 待会你去把他身上的好东西拿过来 好 师傅 娘不女人 这太土了 这对你本身就没用了 你的毛病 会是几十年都没有治好啊 师傅 你 原来是个活太监啊 谁太棒了 这不可能 这不可能 在吃烟侠的他们就让安然无恙 这不可能啊 吃烟侠 当初连仙天火毒都奈何不了我 就你的狗屁吃烟侠 仙天火毒 这可是天下第一嫉妒啊 你居然能解开仙天火毒 这不可能啊 俊阳 交给你了 就你你们这种阿萨之辈 也没成为药王 你可知道老夫 在整个辽省 有多少人欠我的人情万一 你看这老夫 定然的会后悔 放了孙老 小子 你让他放孙老 孙老跟我们行长许大人也是有交情的 要是动了孙老 许行长是不会放过你的 哈哈哈哈 我跟许大人的电话 小子 你完了 许行长 小王啊 今天有个叫江峰的贵客会到你们云州风行 你可一定要伺候好了 这可是天文旋律亲自吩咐的 江峰 学安是京城的大人物 要不要 没必要 你就是江峰 都怪小人有眼无助 不知道江大人大驾光明 小的有罪小的错错 要 要 要 哦 青鸾 废了这老头 以免他再出去祸害别人 把那个陈兵移交监管部门 青鸾 他竟然是青鸾 赵黑龙为之如火的青鸾原来是他 他竟然叫江峰主人 这个 不要啊 我能让人 重见光明的 江峰 他可以治疗两眼疾 没想到你这个二把刀还会这个 多久能治好失明的人 你要的 炉蛇胆和火灵芝 是要给人治眼疾了吧 我最近正在研究这个 这已经研究出来了 就差这两味药了 没想到你这老头 还会这种本事 多久能治好失明的人 一年 一年之内定能让失明的人复明 一年太慢 不慢 真的不慢了 就是金银城的国业谈的那些人 在这方面 也没有人能超过老夫的 我要半个月 让病人彻底靠父 这不可能 不可能啊 这个事实上没有人能办得到啊 以你的能力可能不行 你是说你自己 不可能 不可能 你能解开赤眼霞 但是 解毒和治病这是两码事啊 更何况你还那么年轻 江峰 之前是我看错了 我向你道歉 但是孙拓在治疗眼病这块 你也只会三阵 怎么样 看明白了吗 逆转鬼门 相闻 这逆转鬼门正用 可以活死人生白骨 这逆用 可就是天下 最酷 最酷辣的行方 现在明白了吗 这是小老儿 永远无猪 不知道 先生是贵人秦宁的传人 但是从今往后 也做先生的医药托 我也是 我也是 三年前 国一堂的画千山 要做我的药童 我都没同意 就你也配 国家第一神 要 画千山 现在知道你和我家主人的差距了 若非你刚才那句留我们信 我家主人杀你 如杀楼 多谢人不杀之恩 多谢 今世孙拓无缘做先生的要徒 但从今往后 先生带有吩咐 孙拓将 换不 走 江峰 等等我 江峰 江峰 孙老 咱们今天可算是 逃过一劫 你看这个江峰 就连许航长都拒他在 我今天居然敢得罪他 我这不是找死吗 你这这 差点为你小春 还有 算了算了 别打别打 他一交到相关部 我觉得咱们今天 指不定 还是一货得福呢 对 对呀 刚才那大人说 他叫江峰 你赶快去查一下 这咱们竟是 能够给先生 料理料理俗 那也是咱们 拖天的机缘呐 对对对 我这就去办 江峰江峰 你还有事吗 哎呀你别这么凶嘛 你就不能好好和人家说话吗 别了 你这样子我受不了 哎呀 人家就是车子坏了 想和你一起回去 而且啊我一个女孩子的 自己回家 多不安全啊 哎呀 不要打我家主人的主意 没人追上来 一定是真有什么事 那也是活该 哥 请 哎 灵儿小姐与我家主人有救命之恩 少女之情 我借你们是不要鼓势乱 避免伤了你 你 你跟他说这就干什么 属下实在是看不完他这边的速度 当真是恶心 更何况 我日夜相伴在主人身边都没有 他竟然 行了 先送我去休息吧 今天累了 明天再举个陈姨疗伤 是 选女大人那里有一处方看 我说您去那儿就行 该死的 江峰 成年母女根本就看不起你 你还对他们那么好 你还忠心耿耿呢 还有那个清暖 什么清暖台之主吗 还不是得靠江峰哥哥 等我有朝一日成为了你的祖母 看我怎么收拾你 可是现在江峰被沉眠一心一意的 我根本就没有机会嘛 到想想 有了 就这么办 江峰 你等着吧 老梁一定要得到你 王航长这里 小小姐 刚才的事怪我有点不多 好了好了没事 我问问你啊 你想不想 大姐江峰啊 当然当然 只是 我们就不知道江大人的信号 没事 你听我说 废一群废人 一个寡妇 一个寡妇 一个女流失败 你们就对付不了 老爷 不管你赵黑龙 狗子的赵黑龙 他竟然跟背叛我们林家 所有的家业 交给陈 陈刘 他赵黑龙的脑袋被鱼气了 老爷 赵黑龙 分明是想借陈家这首 向林家宣战啊 这么多年我收敛了蜂芒 他赵黑龙真就以为自己是云州的皇帝 老爷 要不要 给叶小姐打个电话 你的老大爷和蛋一起碎了吗 现在给叶小姐打电话 那我们在叶小姐的眼中 岂不是都扯了废物 我们抓住小姐 献给他 那是扫功 如果让叶小姐抓住他 那这是一个牵线的 跟了我这么多年 这点道理都没学会了 是是是 是属下 有点糊涂了 算了 你现在也受了重伤 你是个病啊 我已经问了美国最好的医生 用他们的腊底结束 我还是可以治 只要 以后忠心的给我办事 我已经给美杜莎打了电话 你那个儿子 我已经给美杜莎打了电话 我已经给美杜莎打了电话 你那个儿子 正好一趟贵 明天你就去一趟生产 带上一趟儿子 如果搬好了 我保你 中华富贵 老爷 老爷开恩 老爷开恩啊 你多少金串小伙 都死在了美杜莎手里面 我 老爷开恩 老爷开恩啊 你去不去 你不去 我现在就让你去见 你自己活 还是你儿子 远吧 江峰 谁上生之力 儿子想你了 主任 何事 主任 您哭了 没有 远近你见了点沙子 说吧 什么事情 新鸾台云周总舵的舵主 美独沙听说主任在此 想要前来拜见 就是你说和你从小一起 在贵阳长大的姐妹 正是 想来就来吧 是 主任 虽然属下有些笨拙 但是主任有什么心事 也是可以和属下说的 没有 我只是有些困难 是 叶清雪 算了你张的事还在了 起来 你先回去吧 江峰江峰 好巧啊 乱不是告诉过你 什么 你别以为你是青狼 我就怕你 我告诉你 我是领儿最好的闺蜜 你打了我 你不怕主人揍你吗 好了进来 先回去吧 还是江峰真的疼我 你也翻尊重点 再有纠缠 小心我收拾 收拾我 那你想怎么收拾我呀 人家皮衣店和蜡烛都准备好了 等着你狠狠的收拾呢 坏蛋 再胡说八道 小心我冲你 哎 那江峰哥哥 你想要怎么冲我呀 主任 你不要过来 到底你 你你你救命 江峰你来了 怎么不进来啊 不要 是吧 是 凌儿 刚才这个江峰要欺负我 你可要替我做主 江峰 你想对千秋做什么 凌儿 你别人家胡说 根本就没欺负他 怎么没有 我刚才就是跟他说 他想追你的话呢 身边就不要总带个美女 可他非得不听我的 他还要凶我 你别再胡说八道了 江峰我正想问你 你身边那个女人是谁 为什么他总是跟着你 凌儿 你不要误会 他是我的首相 我呸 一个看门的能有什么首相 难不成 还是捡垃圾的 阿姨 这件事情一时半会和你解释不清楚 凌儿 总之你要相信我 既然你不想说 那你不用说了 反正跟我也没关系 对啊 我怎么可能和你没关系呢 昨天我又好好想了一下 我们现在实在是不合适 我现在只想和我妈妈 好好的在一起 你这臭小子 离我们母女远一点 我记得昨天 你不是在我们面前许下诺言 一个大男人 说话跟放屁一样 阿姨 我今天就是为了这件事情而来的 给你治眼睛的药材 我已经找到了 真的吗 你真的能治好我妈妈的眼睛 龙胆草和火灵芝我已经拿到了 再加上我的针法 阿姨的眼睛就能重见光明了 快 快进屋 你啊 别听这小子胡说八道 一个开门的 懂什么艺术啊 别以为我眼睛瞎了 这好故弄 这火灵芝跟龙胆草 是什么级别的灵草 别以为我不知道 就算你懂艺术 难道你能在一天之内找到 陈一 你就信我一回吧 妈 我看这是真的 龙胆草我虽然没有见过 但是公司的一个大客户家里有火灵芝 江峰这个看着比那个更大 肯定更好 灵儿 你别骗我 妈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再说了 你的眼睛这么多年了 让江峰试试也无妨啊 行了 那就事上一事 不过咱们先说 我只外付 反正我也下了那么多年了 好不好的我无所谓 可别被你这小子 支坏了脑子 放心吧 外付已经足够了 而且我有把握 今天就谁让你看见东西 留我一条命你就好 江峰 虽然他嘴上说不要 但是他还是愿意让你试一试 没事 我可以理解 要不是因为我 陈家也不会变成这样 阿姨生气也属正常 他骂我几句 没关系的 我是个大男人 又不会掉眼块肉 别臭瓶了 虽然我妈说的难听 但是她说的也是我想说的 眼睛治不好没关系 你别再伤着我妈 放心吧 绝对马到成功 快进去吧 外面风大 别闪了舌头 好 瞧你 人家骂你你倒高兴 本小姐千娇百妹的道天 你倒是拒之谦你 男人呢就是贱 江峰 追到半个小时了 到底好没好 好了好了 陈姨 一会呢可能会有点疼 因为我要用银针刺激一下 什么 用银针 那我不做了 陈姨 你最近是不是觉得 会腰酸腿疼 你不是废话 我下那么多年活动少 当然腰酸腿疼 你不是废话 江峰你干什么 我再给陈姨治病 好了 陈姨 你现在觉得怎么样 有股热气 脚底上来 像 腰也没那么酸了 江峰你你真的会医术 你没有骗我 陈姨 你现在相信我了吗 小妈碰到死泡 再去相信 不过待会儿成 你就要停 妈你感觉怎么样 冰冰凉凉的 挺舒服啊 真的有效果 不过 不过 光靠药力还不够 我还需要试针 我可以开始了吗 那就让你小子 试一下 这可怎么办 这可怎么办 要是这样下去 李阿姨真的被治好了 我就一点机会都没有了 емон 要 慢 噢 慢 啊 你对我妈做了什么 江峰 你对我妈做了什么 太好了 打起来 打起来我就有机会了 江峰 你对李阿姨做了什么 不会是李阿姨不要你娶宁儿 你就要杀了她吧 江峰 我没想到你是这种人 宁儿 陈姨没事的 这只是正常反应 你非要看到我妈没气了 你才高兴吗江峰 你现在走 我不想看到你 不能让陈姨打腰儿灵 不然就露馅了 林儿 李阿姨这个情况 普通医院肯定不行 这样不认识腰王大人 让父让他来试试 那你快打电话呀 千秋 好 啊 喂 厄王大人 你在哪呢 能否帮我干嘛 嗯 啊 好好好 林儿 厄王大人就在附近 快可以马上过来 谢谢你 劝秋 林儿 这是够了 我不想看到你 你走 你去看一下 好 沈小姐我们没来晚了 成为人怎么样了 快去看看吧 这搞什么这 江湾在这哪需要我呢 孙先生你快救救我妈吧 我闭嘴 天哪 这就是孤里使开阳枣 不需要一分钟 等他行过来就可以重建孤林了 江大人 还省手 这时候我现在该怎么只能了啊 你看我干嘛 你该拆拆 还有我教你吗 江湾你还是要往大仁舞里 妈妈你没事了 妈没事 就是爷 就是你这个玩八蛋 你差点害死我 妈你能看到了 我能看到了 我真的能看到了 太好了 妈你终于能看到了 对了 这位是药王森托先生 这位是药王森托先生 您对我们人家来说 除了恩仇再造 请 请受我一拜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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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使不得啊 孙先生 小启王森托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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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说我能探卷了 但是我这条命 早就蛇在他手上 啊 郑夫人 不是 其实老友什么都没做 主要是您眼睛上的火灵芝和龙蛇糖 孙先生 您的意思是 江峰他没有 是 哦 这江大 啊 江先生 他真的没错 江峰 对不起 我刚才这是 什么都不用说 我明白 之前答应你的 我会兑现我的承诺 该死的神托 真是没用 林儿 真的吗 承诺什么承诺 明明是孙先生妙手回穿 跟你有什么关系 知道 龙蛇草跟火灵芝是你 那一个 我这条命 差点蛇在你手上 还要我给你磕头吗 孙托 你说 是你救的承议吗 陈夫人 其实老朽什么都没做 即使老朽不出手 不出一分钟 那你就好了 这一切 都是江先生的功劳 陈一 孙总先生都这么说了 你还不相信我吗 孙先生 你别怕了 对 你居然这么威胁 我就救了一万人 你还是人吗 李阿姨 其实 这次没准 真的是江峰的功劳 听见上俺们还怕他不成 要不 你给江峰道个歉吧 我只有能跟他道歉 史不定 他是危险的孙先生 反正有我在 他休下去灵了 好 既然我做什么您都不相信 那我也没有留在这里必要的 江峰 江峰 你让他去 妈 江峰 江峰 江峰你站住 还有什么事吗 我替我妈向你道歉 但是你也要理解我妈 够了 是非对错 我已无心辨解 在我灭了林家之后 一切都会自然明了 现在我说什么 你妈都不会信的 事到如今你还在逞强 还是不相信我 我信你拿来的药起了作用 可是这和你灭掉林家是两码事啊 想不到我江峰灭掉一个区区林家 都要扫人质疑 我不是不相信你 只是你说要灭掉林家 这太过于玩笑了 林家背后站着的可是业家 除非你是四大神女级别的人 否则这怎么可能 说我说四大神女都要尊我为师 国主都要敬我如上帝 还会质疑我的能力吗 这怎么可能啊 说罢了你还是不相信 别罢了 林家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当你的恩典 我也不会忘记我许下的诺言 在我面的出击之后 我会娶你 如果你娶我只是为了还当年的恩情 那我陈丽娅不需要你娶 我当年救你 这么多年我从未后悔 但是你现在却是一个满口大话的人 江峰你变了 我不合适 好 好一个不合适 既然如此 我江峰也不强求 当年的恩典我绝不会忘 所有陷害陈叔叔的人 我都会一一送咱们下去 你刚才怎么和江峰吵那么凶呢 林家 别乱过了 像这样的男人 根本不值得被真心 今天妈妈的眼睛好了 来过来 咱们一块感谢一下孙先生 这下人怎么了 怎么就放过江先生这样的大腿呢 陈夫人 老朽家里还有事 今天的事只是举手之劳 我先告辞了 孙先生 陈小姐 你不知道 这两个主要都做了一些事 孙先生 孙先生 怎么回事啊 怎么不知道拦着点 妈 我现在心里乱脏脏了 你让我安静会吧 梁 林啊 这可是个好机会 等你又回过神来 我就没机会了 李阿姨您别着急 我去追尊大师 江大人 怎么一个人喝那么久呀 灵儿不是有东西要给我吗 拿来吧 然后你就可以走了 哎呀江大人 你就这么崛起吗 人家大老远的跑过来 你连酒会不会让人家喝一口 人家是不是根本就没有东西要给我 你要想喝酒 你就在这喝 喝完就赶紧走 这酒怎么这么烈呀 人家一个女孩子 你就忍心让人家喝这么烈的酒 我没求你喝 哎呀江大人 你别生气嘛 这酒啊虽然烈 但人家还挺乐意喝的 你省省吧 就算我和灵儿完了 我也不会娶你 人家也不要你娶 哪怕你只要我一次 就一次 人家也心满意足了 你怎么这么贴 你怎么这么贴 人家也只跟你一个人贴吗 你要想喝就你在这喝 再说有什么 好 我姑娘不逗你了 知道你心情不好 来 我陪你 你最方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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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主菜发的 这一家 第一号KTV 是我们云州最好的 你们的南无啊 是各顶各的几瓶帅哥 毛主眼的美 你说的呀 最好是真的 不得你那个儿子啊 他要给我榨干了 一定一定 大人大人 你怎么走了 这都是些什么东西 就这些货子一个男人 大人 那个男人 我看什么 我要了 好嘞 一情好万 女的滚的 难得留下 谁呀 是不是受伤害者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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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 江江峰 怎么 被阉割之后 九龙羊之号了 江峰 今天你转到我枪口上了 林管强 这个就是你说的江峰吗 没错 今天 请你 乐 担心啊 江峰 江峰是吧 模样倒是挺俊俏的 乖乖听话 姐姐啊 给你个舒服的 你是美杜莎 你认识我啊 江峰 找他那套劲 美杜莎大人乃是辽省第一高手 是你这种垃圾能认识的 我是不认识他 但他非要认识我 江峰 你怎么又开始了 这美杜莎大人是辽省第一高手 那个兄弟人不在 别乱说了 我江峰一声 不想说一句谎话 本来今天我还挺开心的 想着见你一面 但是现在我很不高兴 你给我滚 我不想杀你 江峰 美杜莎大人在此 你还敢如此狡猾 原来看着你模样长得不错 还想让你舒舒舒服的死去 跟你现在这样 就别怪姐姐 一边一边 一边衝 我不怕大人江峰 他喝多了你别再怪 我我是省市集团水天秋 我爸前前面还过头不明吗 省市集团 水万山你呢 对对对对大人 明天在我爸的面子上 你爸的面子 你爸是个什么东西 我凭什么要给他面子 他要你 赶快给我滚 否则 我就把你啊 送给你 东西 你快点打电话给那个兄弟人啊 江峰 你今天找谁也没用 金鹰的必死 本来想在我母亲亲日的时候在杀你 没要在这叽叽歪歪 小弟弟啊 你可这样是一点面子都不给姐姐啊 看在青丸的面子上 我给你三秒钟消失在我眼前 不然你的下场跟他一样 你敢提青轮 你知不知道青轮不仅是我的上司还是我的姐妹 你敢打着他的名号在外面招摇撞变你想死吗 你听到大人 曾经他说的是真的 青轮是他的教主 闭嘴 你也敢提青轮真是走 这不可能 你怎么可能这么强 我那又如何 就像这样你也不能污辱我的姐妹 啊 你呀 青轮你可算来了 你又是再晚来一点 我可得差点死在这个人的手下 下子看好了 我姐妹的师傅可是调教出四大神里的 今日就算你鼓攻再高 也有在此生意去 没多少 主杀 主人 没毒杀不知身陷 还请主人受罪 主人 你这是我今天要被见的人 啊 主人两面 说下 说下该死了 你的确该死 错不在你不支持我 错在今日若不是我 换成另一个人已经死在你刀下了 而且你刚刚还说 而且你刚刚还说这些年 死在你情下的少年不在少数啊 青轮 你青轮还都是如此草剑人命之徒吗 主人 属下有视察之罪 还听主人网开一面 昨日美毒杀打来电话 属下便去调查了一番 他这些年虽然荒饮了些 但从未伤害过那些少年的性命 而是将他们养在金屋之中 他有罪 可罪不知死啊 这年 主人 都是属下的错 无论你如何蒸发属下 属下都甘愿说法 看在金郎的面子上 三天时间 赞尽家台 补偿那些少年 若有一家一姓有怨言 就怪我无情 属下这就去办 这就去办 主人 属下御下不言 愿以死切碎 主人 属下御下不言 愿以以死切碎 够了 你这是在逼我吗 属下不敢 主人 属下是觉得真心对不起主人 或许当初让你穿满金郎台 又是个错误吧 主人放心 金郎台日后 绝对不会再出现半点差池 起来吧 把这个家伙 给我送到林家 告诉他们林家 说林家只有这边人脉 林家也就没有必要存在了 是 江峰哥哥 江峰哥哥 你刚才顶公指法的样子真的帅爆了 帅 是啊 我就喜欢你这么霸气的男人 我激动了 我还有个更激动的办法 你要不要试试 江峰哥哥 你想陪人家玩什么 人家都陪你玩 你 你 江峰 你玩八蛋 你不打死 我正在成龙 我 山 很 很 安心 哈哈哈哈 老爷您今儿心情不错 哎呀 梅杜莎已经答应了出手 江峰小儿死定了 那是在辽省第一高市跟前 那江峰就是个垃圾 小的恭喜老爷 这下在叶小姐跟前 一定更受赏失了 可惜我儿 活不过来了 哎呦我的老爷 小的早就为您准备好几匹美女 都是东南亚军 看看 看看 来啊给老爷带上来 老爷 老爷 快点去那你妈了没用的 老爷 老爷大师放好了 大鬼就被人带着急线约口署 是江峰说给那个女人送回来的 什么 那个女人还说 说 你怎么说呀 哈哈哈 我那个女人 说就是咱们咱们临下去做点人吗 那 那你都快去 江峰小儿欺人太甚 林阔 在 林空专线我要给叶小姐打电话 可是老爷快去 是 过来 这个给你了 你拉着他去地狱岛把岛属给我行啊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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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谁都是这地狱岛的 地狱岛的 他是个大魔鬼 那小的实在是不敢去啊老爷 老爷 你不去 你小的悬家都找到在我的死 只要我杀人去 那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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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是是 你小峰 我看见了 我本来是想先把他杀了再献给你 可没想到这几年他练就了一身的本事 属下不能啊 怎么 现在解决不了了想起我 不 属下本来应该第一时间你偷知 属下有事 既然知嘴 那就自断一指 姐小姐我嗯 是 是 老爷 你 老爷 我 老爷 啊 啊 啊 不错 還算多 后天是江峰那个废用母亲的忌遇 你是我的生人 我要在云州办一场生日夜 到时候 我亲自解决江峰 到时候 林峰交给你出事 谢谢叶小姐 谢谢叶小姐 只是 还有什么 只是叶小姐能不能够解决这个王 我真是看不惯江峰那个王八蛋 伤长的样子啊 哎呀 人我不能给你 但是今日天文选女的第一次英雄 在你们云州参加拍卖会 你可以打着我的名号去请他 谢谢叶小姐 谢谢叶小姐 叶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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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江峰 我的好丈夫 没想到你还在路面 上次让你侥幸逃脱 这一次 我可不会放 我会让你江峰 团聚 我慢点 所以 哎呀喝喝 好啊 对我林家的安排可还满意啊 多谢林家主款贷 多谢林家主款贷 多满意 非常满意 林家主的意思我明白 不就是那个叫江峰的吗 你呀 尽管这位公子下葬 我这就给辽省总督打电话 我看了江峰又能如何 如此 如此就多谢楚少爱 哈哈哈哈 江峰 本来是想等叶小姐来 但是我等不及了 明天 又要你 林二 林二 来喝点水 来喝点水 妈 你说我是不是真的做错了 或许你的眼睛 真的是江峰治好的 林二 你真以为我讨厌江峰呢 其实那孩子所做的一切 我都看在眼里的 我也知道 我这眼睛是他治好的 他的医术其实是在孙医生之上 还有你爸爸 他在走之前 他跟我说 他已经不怪江家了 可是你 我是害怕 你说到了妈妈这个年纪 我早就想下去陪你爸了 可是我放心不下你呀 妈 江峰顺服血海深仇 就算他懂一点医术 可跟叶家相比 那随时会万劫无后的 我不想白发人送黑发人 可是你 你们谁呀 带走 干啥 你们是什么人 到底想要做什么 赶紧把我妈放了 要不然我就报警了 林家二管家 林库 想让你妈不死 明天乖乖参加林家二少 明天的葬礼 你别着急 明天你去参加林家葬礼 留我算 定回妇女的母女周权 你去参加林家 林家 找死 青龙 住人 给我去查查 到底是谁给的林家品气 是 赵黑龙 集结你的所有人吧 明日陪我去灭的林家 主人 调查军总 林家是报上蜀云雄的大粉 蜀云雄给辽生总督周战打了电话 而且京城那边有异动 夜家要派出生五位 叶清雪同时宣称 要在主人母亲祭日那天 在云州主办生日宴 而且我发现 第一岛的岛队这里也出现了个云州 不知道是不是和林家有关 好啊 都来 正好一勺会 主人 蜀云雄是九天选女的弟弟 要不然 我这就给选女打电话 他那个不成器的弟弟 之前花钱酒地也就算了 现在还敢管我的闲事 真是欠收拾了 是主人 属下这就和美毒莎一起潜入林家 美毒莎 这就要差不多 属下只是赎罪罢了 世尊 我正要给您打电话呢 我那个弟弟最近去了云州 我想着让他去拜访你一下 不必了 你弟弟明天要杀我 什么 这怎么可能 师傅 这里面一定要误会 我这就给那小兔崽子打电话 真的是法的天啊 不用 我要你将就救济 我要以你的名义参加叶家葬礼 我倒要看看 有事无恐的叶家 究竟有多少收拾 你 不至于 不最好的 认为 求求 我妈她被林家抓走了 你离我去跟她家葬 对 这屐发生虽然 我想請 是不是向江峰道歉 諸位 多謝林家主盛情懇待 只是林家主 那江峰身邊有一個高手 林可不可以打得清楚 江峰身邊那個臭表是什麼身份 我不知道 但是 郎荒仙們也會來參加我的葬 葉小姐也派出了神武衛 你們儘管動手 善後之事包在我林家主 就位林家主抱沙子之仇 好 你們去吧 阿利 阿利 阿力 阿因為阿不 阿館 阿咁 感謝諸位參加我兒道 近日我林家發生之事 諸位也知想 那個江峰殺了我的兒子 大撈我的寿雁 對我林家百般修理 我 林承和他之仇不夠待天 今天 我要把這些仇恨在這裡 一樁樁一條條全部洗刷 太過分了 這個叫江峰的簡直就是惡魔 是啊 太可惡了 這麼多年林家祖 慧雲就做了多少貢獻 竟然被他哭喊一下 很開心 帶上來 林家祖 我求求你了 我求求你放過我們孤兒刮目 我求你了 放了 之前沒有殺你 就是為了掉出那個廢物 今天是 明闊 他 把這個老女人給我砍了 是 祭奠我兒在前這裡 放手吧 林啊 你怎麼來了 走啊 趕緊走 想要江峰來 有我在這裡就足夠了 沒想到你還挺有膽量的 走的掉嗎 我今天竟然來就沒有想過要走 林承 你放了我媽 我可以答應你任何條件 答應你任何條件 大家都說你是雲州第一名人 那給我兒子殉葬吧 殉葬 怎麼 怎麼 不答應你 殺了他 我要你 我答應你 我要不要 把這套假衣給我換上 就在這裡換 沒想到 今天你在這裡見到 林托第一美女換衣服 真是太有福氣了 怎麼就是太可惜了 這麼個美人 就當死了 誰叫他合成家 那麼永遠 當初救了江峰那個廢物 這是最能力的 換啊 把他手指給我掰斷 我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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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換你兒子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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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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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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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托 你好大的膽子 救救你怎麼來了 這裡可是龍潭虎穴啊 林兒你別害怕 江峰那個傢伙 雖然是個王八蛋 但他實打實是個大人 江峰是個大人物 林托 你可知江峰是何人物 跟在江峰身後的那位女戰神 便是當年創辦清暖台的清暖大人 你感動陳家 你有幾個腦袋啊 你說什麼 跟在江峰身邊的那個女人就是清暖大人 清暖 清暖竟然是江峰那廢物的手下 那可是四星戰將啊 那僅次於四大戰神的存在啊 這江峰到底是何什麽辦 能夠號令清暖 在天門 最起碼適合九天旋旅 平起平坐的吧 不是我這幫聽說啊 這個九天旋旅 她也會親民現場 難不成 她是為了江峰 林家主 我突然想起來 我家裡還有事 我先走一步啊 哎呦林家主 您瞧我這老師 今天我媳婦再冤生孩子了 我也先走了 都給我們站住 哈哈哈哈 江峰啊江峰 你出現了 新春 放著我了 原來江峰哥哥 一直都沒有騙我 是我錯怪他了 哎呀 沈陽姐 哎呀對不起對不起 我 我我們不知道江大人是如此身份了 快快回來了 沈陽姐 你一定要幫我求饶啊 凌晨 你現在就知道害怕了 還不趕緊放著你阿姨 順便 再幫本姑奶奶 跟鈴兒 摑一百個響頭 那我就在江峰面前 求他留你個權奢 好 易成功 江峰 家属谢礼 抓起来 抓起来 认什么 林辰 你放了吗 这就是你认错的费路 认错 我认什么错 江峰那个狗东西 知道我认错 你放肆 江峰可是清卵大人的主人 我配 清卵大人的主人 他也配吗 就只有你这种傻女人才会相信 江峰 是 是在骗人 楚少 该你出场了 四位 在下 楚云寻 九天玄女的弟弟 我能证明 这所谓的清卵 根本就是假的 假的 都是假的 不可能 你怎么证明 你说的是真的 今天大家都知道 我姐姐将会清雷现场 如果那江峰真有底气 为何到现在还没出现 胡少 你这个是明知不问 他打着天门的旗号在外面招摇撞见 肯定是把旋律大人把他手刃 现在已经跑了 本来我还想叫辽省总督过来 现在看来 这江峰的胆子就同鸡子一样小 称是笑死人 但他杀我天门教师 还打着我天门的旗号招摇撞骗 不杀他 乃劫我心头之痕 父少不用担心 我已经布下了天罗帝王 他跑不出这云州 陈小姐 是要让我给你磕头道歉吗 假的 一切都是假的 林家主 我 我和那个江峰不熟 我刚才失心病犯了 你你就放过我吧 哈哈哈哈 你当然不用死了 因为你是楚少看上的女人啊 哈哈哈哈 林家主 你却就疯了 啊 哈哈哈哈 沈宁啊 我也给你一个选择本事 第一 给我儿子去找 第二 第二 我如果抓到江峰 你亲手杀了他 你 就 我想第二个 但我有个条件 你要先放了我妈 你当真选第二个 只要你放了我妈 我就答应你亲手杀了你 他骗了我这么久 我也想亲手守着呢 好 杨峰 我也让你尝尝被欺人背叛的滋味 放他 我不走 我不走 莉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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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莉 我也是今日才想明白 现在也不晚 林家主 可否现在给林二一把匕首 做什么 我想看看 这把匕首够不够快 够不够 上次从江峰的混蛋的心上 好 来人 把我的宝刃拿上来给陈小姐 陈小姐 来 可还满意 满意 非常满意 哈哈哈哈哈哈 林超 你去死啊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别找死了 林二 为什么 我已经错过江峰一次 这一次 我选择相信他 把这个线给我在这轮了 可怜了一个娇滴滴的美人啊 这次我姓了一个骗子 天门清门再起 谁敢上我家出门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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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你 你 我 我 你 出来了 既然你这个冒行获来了 相互小孩也应该到了吧 凌晨 看来你很想念我啊 凌儿对不起 我处理一些事情来晚了 我妈呢 阿姨我已经送到安全的地方了 凌晨 本来想着在我母亲忌日的时候 在杀你 没想到你一心求死 那我就成全你 你以为我还像上司一样没有准备吗 我告诉你 既然今天你已经来了 我就让你死无葬身基地 哎呀 林家主 这就是你说那个枪风啊 果然长了一副 脑子不好使的样子 哈哈哈哈 你就是楚天雄 没错啊 我告诉你 你打着我天目的旗号招摇撞骗 等我起来了 不要他把你给碎尸万段 江峰 快救救我 早就听小玄女说他有一个不成器的弟弟 没想到 竟然蠢到了这种地步 你现在放了沈千秋 然后自己滚出去 否则 休怪我不给小玄女面子 江峰 看来你还搞不清这状 我已经布下了天鹅地网 江峰 就凭你这句叫我姐小玄女 就可以说千百次了 林家主 动手吧 好 我都喊了他 听说林家这次从地狱岛请来了诸多高手 地狱岛 那不是传说中的罪恶之城吗 相传地狱岛主 那是神不可测 不仅如此 听闻林家王那 叶小姐直接派出了一百位神武卫 我听说呀 那神武卫是叶家的底派 个个都是神级高手啊 那所有神武卫联手 他绝对能占拼四大神武啊 江峰那只上架权 不是爱去流吗 这些看他还怎么说 别别说话 我们那个见到曾经 金城第一少主 会你求的的样子 我们这趟他没白了呀 江峰 亏我还以为你是个大人物 结果你真会装逼 现在可怎么办啊 陈宁儿 我儿生前很喜欢 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 要珍惜啊 十年前我不怕你 今天我依然不怕你 别以为我做这一切全是为了江峰 牙尖嘴利 你一见女流 又是恋爱呢 还能是因为什么呀 因为血海深潮 因为我即使是一个女人也不想一再吞死 林城 今天我就算是死 也别想再让我低头 好啊 你倒是和你的死鬼父亲一样骨头去 那我今天就把你的骨头一根根砸碎 我看你还硬不硬 林儿 江峰哥哥 那天是我错了 今天不管别人说什么 我都信你 林儿 你放心 今天就是十大世家旗帜 九大帝国联手 也没有人可以动你分手 江峰 你还真是会追 即便你江家当初位列世家之首 不一样被灭了 林家主啊 我实在陷不下去了 赶紧动手吧 把这个跳梁小手弄死吧 出来 林家主 人呢 我刚刚只是吓唬吓唬你 现在我都真格了 林库 进口 是 哈哈哈哈哈哈 神武卫 小峰 你死定了 是吗 小子 你还真是嘴硬啊 都这时候了 还在那撞臂 神武卫可是连我姐都记得的存在 还不赶紧跪下求饶 你还不赶紧跪下求饶 报告大员 神武卫以尽数扶助 每度三例 不可能 江先生 林家的所有杂碎都已经被我收拾干净了 不会的 对于打个人啊 快出来 你是在找他们吗 刚才美术杂碍将功 发现 难道他真是亲人 不会的 初少在此 肯定是骗人的 初少啊 你救我呀 林家主放心 就算这小子有点本事 在我姐面前 那不过就是土鸡马口 江峰 不管你现在有多小杂 一会儿旋律大人来了你就多狼狈 是吗 今天谁也搞不住你 我说的 你他妈真是狂啊你 看到没有 我姐的电话 怎么喜欢呢 江峰 不管你叫的这些人是真的是假的 一会儿都给我学习 哈哈 没时间 初少 选你的人什么时候到啊 我姐他 忍不了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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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他 哎呀 初少你救我呀 我 我 哎呀 傻屁 我姐来不了了 就算他不是清乱 你觉得我能打过什么 江先生 这事儿就是个误会 我今天就是过来 四吃四喝 你看这个 这一巴掌 把你仗食欺人 这一巴掌 把你为虎作汤 这一巴掌 打的是丢进了你姐选女的脸 要不是看在你姐选女的面子上 今天你的下场和她一样 滚 你姐在家领着家法等你呢 你上 怎么 你们也想和林家一样吗 还不滚 你们两个退下吧 你们两个退下吧 林家主 你现在还要垂死挣扎一下吗 这包你 你不能够杀我 你杀了我 叶小姐不会放过你 哎呀 你以为我会放过他吗 住手 老爷来 叶小姐来电话了 叶清雪 江峰 你放了我 我告诉你 就算是四大神女 也要在叶小姐面前低头 你凭什么以为他能逃你 江峰 十年不见 你的威风倒是不减当年啊 少废话 陈琳之后就轮到你了 江峰 你以为你现在有资格面对我吗 就凭你的一枪满勇 还是靠着你不知道从哪里骗来的所谓高手 叶小姐救我 闭嘴 幸好我给你的都是淘汰的神武卫 不然都要被你这个蠢货给坑死 即便是你亲自前来 统领着你那些什么神武卫 也是一样的下场 江峰 牙尖嘴利 我叶甲现在比你江甲当初强胜十倍 神武卫无敌当世 因你蠢蚁之剑何以见得泰山 我已经通知了辽申总督帅兵而来 你个废物 先能从陈方军的手下活下来再说吧 江峰 你 听见了吧 总督大人马上就要来了 我 我要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总督大人出生天文 乃玄女大人队长第一战将 你也是你 就像你也是一枚 周战 他区区一个大队长 什么时候成了第一战将呢 就凭他 连开口跟我说话的机会都没有 狂徒 你好大的口气 总督大人 江峰吵架人民 你得给我们离家做主啊 我已经接到了叶小姐的电话 在我辽省的土地上 绝不允许发生这样的事 你自己跪下道歉 我现在还算你自首 说我不想 你再如何 那本都只能一律刑法 将一等尽数格杀 江峰 这可是总督大人啊 你不要再硬撑了 服个软 以你的人脉 这件事情肯定有短机的 服软 晚了 你嚣张啊 哈哈哈哈 哎呀 我怕 大胆 在本都面前还敢行销 总督大人 杀了 完了 这些完了 总督大人 就算您是总督也要分个庆红皂白呀 叶小姐的电话 难道有错 灵家族这等复活 难道会行销 废话少说 给我拿下 总督 你究竟是一神董珠 还是世家权贵的狗 就你还出身天文 天文的脸都让你丢尽了 谁 小姐 你太嚣张了 真敢去拿总督大案 人想晚点杀你 让你一心求死 那我就承承你 请来 灵家二管家林阔 四十七岁 男 八年前强奸妇女 五年前走私贩毒 三年前拐卖儿童 多年来 共激犯罪十八条 案率 当时 你灵家罪案早已经被案有私 今日 我以四星战将之名 就地处军 你狗是个四星战将 你这是个冒犯狗 总督大人 这冒犯狗要杀了我呀 总督大人 江峰 你快叫这个风女人停下 在总督面前杀了人 根据再也没有回头路了 江峰 这 放心吧 林儿 一切无碍 你这个风女人 你快把他收起来 总督大人过来啦 属下就算见过江先生 见过清乱大人 他 他真是清乱 江峰的一切都是真的 我 我又错过他了 林阔 本将可有资格斩你 清乱大人 你饶了我饶了我 都是那个老爸大人让我干的 主人 下一步有何吩咐 林家人 清乱大人 这件事情我可以帮忙 我需要 我 辽省城防军何在 走 今日起 我以四星战将之名下令 即刻缉拿林家所有人 抵抗者 就地处决 你叫周帅 我 江先生 我真不知道是你要知道是你 我绝对不会 你的意思是 如果我是普通人 就可以随意拿捏了 不 没有 那你是什么意思 我 耳风耳露 明知明高 你身为一省总督 本该为百姓发声 而你却成了富豪权贵的传身统 对得起你身上这身衣服吗 我 一个月内 自去总督支持 来 现在 灵儿 对不起 这些天让你受苦了 小虹 若不是当初我不相信 也不会 什么都不用说了 我现在就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还愿意嫁给我们 你还愿意嫁给我们 把我解决的夜心血 继续我旅期之后 我一定会为你举办一场盛大的婚礼 要命 我 你能为江峰而死 输给你 也我修副口服 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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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谁 啊 那把他 我 啊 我 我 不 啊 你不是谁 哈哈 小妹就这么一句话就不再说了 丑女小你 你要干什么快放弄我 不然家伙是不会放弄你的 都长这么大 可没人敢这么对我 哼 可你还不是 那天会忍耗啊 嘿嘿 你给我吃了什么 没什么 一个微信罩单而已 啊 哈哈哈哈 你怎么干什么 我姐那个王八蛋 这些年两袖清风 除了给家里一点死同资外 什么都没给 过时借个人头享受一下 他竟然在电话里骂我是不孝子僧 还要打在我的腿 哎呀我给那个什么 交方道歉 我偷偷选女之地 你怎么给一个 不疑 你跟丧家全盗窃 啊 原来他什么都会给我啊 那他就不是我姐 啥啥子你 我已经投稿了叶小姐 叶小姐明天就来 你开玩笑 我好像是 江峰岁师万断 哈哈哈 她这个也 更像拨蜜 就把陈宁耐和她妈 都骗到这里了 林二 这下阿姨终于不反对我们的婚事了 你治好了他的眼睛 有什么威风八面的 他当然不反对了 只不过他现在有点好奇 你到底是什么身份 我 我就是一个天门开门的呀 到现在你还不说实话 什么开门的可以号令四星战将啊 清卵是因为 我在逃湾路上救过他一命 至于我自己 我真的没有一冠半职的 装 你接着装 既然这样的话周战为什么贵你 周战贵我 是因为我是四大神女的师尊啊 江峰 听听 你说的是什么话 一个开门的能给四大神女当师尊 你不老实 我不嫁给你了 怎么了 我爸出事了 喂江峰 如果不想你岳母死的话 就来陈娇飞气工厂 记住一个人来不然我就炸死他 怎么办 江峰 行人你过来接铃啊 行啊 你带着等清卵 你放心 我已经将阿姨安心带过来 拜接铃小姐 都起来吧 怎么样 事情慢的如何 江峰那个傻逼啊 真的自己去了 这一次啊 让他本礼通天 我也要把他给炸上推 江峰这个废物 当初不行 现在更不行 真是白费我亲自跑一趟 叶小姐 许久没出帝都了 是时候出来转转了 一来啊 看看风景 二来 也让天下人知道知道 天下第一世家之主的威势了 你倒是不错 比你那死老金姐姐强多了 这件事情办妥了 我让你的成就超过九千许 多谢叶小姐待陪 叶小姐的生日夜已经准备好了 请 去啊 把该抓的人都给我抓过 是时候让这些萧小重温一下 什么才是惊吓第一时间 站住 再上前一步 我炸死他 你是谁 敢放了陈夷 江峰 还敢命令我 信不信我现在就弄死他 别 别冲动 你要什么条件 我都答应你 条件 我要你娶我 你做得到吗 你是沈清秋 你怎么能做这样的事情呢 灵儿可是你闺蜜啊 成衣从小看着你长大 是啊 他们都是我最亲 最爱的人 可是呢 我从小和灵儿一起上小学 初中 高中 大学 可是呢 我所有喜欢的男生 都喜欢他 那你也不能 你闭嘴 听我说 要不然 我就弄死他 好 你说 你知道这么多年 我是怎么过的吗 我熬呀 熬 熬到了他十八岁 遇到了你 从那之后 成家破落 再也没有人理他了 我终于超越了他 告诉你 为什么你回来了 为什么你不是那该死的开门狗 为什么你可以号令清暖 为什么你可以赤路总督 为什么 为什么 再一次 让陈宁儿成为我羡慕的对象 为什么 你这么证人君子 那么完美 我使出了浑身泄疏 我勾引不到你 别过来 别动作弹 不是 让我istol 和 Run 我 为 Users 爬起来吧 本来与这小小云州 是没有资格 承搬我叶清雪的圣日宴会的 只是今日有一些萧小之辈 竟敢挑衅我叶家为严 今日 我便杀衣锦把 让世人知道 得罪我叶家的下证 带上来 跪下 让他们跪下 这四位都是江峰党 今日 当着 天哪 赵佩龙要王顺托 黄行长 排了威蜜 赫赫的 北燕三 天哪 这人全都被抓了 这身上 才来几日啊 可复杂的 这就是天下第一次将这种人面啊 我们将八小时灭了人家 我还以为他有那么几大沙子 有可能 那不过是营火与耗月争光吧 今日 我算是见识到了什么是真正的世界 沙坎不断 你别杀我 我跟那个江峰真的没什么关系 我会炼药 我愿意给你做一个药头 叶小姐 我愿意把我拍卖行所有的宝物都献给你 只求叶小姐饶我一命 就凭你们两个垃圾 有什么东西值得我看的时候 拉出去杀了 把尸体悬挂沉门 宣告群城 那两个废物 的确跟江峰亲与同事 倒是你们两个 十足是江峰爪牙 给你们一个机会 大骂江峰你们 谁让我满意了 我便饶了他 就你 一个是父杀母 追杀自己丈夫的蛇心女人 装模作样的坐在上面 作为作福 以为就能吓得我 叶小姐 想我赵黑龙 也是铁骨铮铮的一条汉子 像当初是狂乎摆了我一条 但是从今往后 你想也别想 没有人能够让我递头 赵黑龙 你什么的还敢在叶小姐面前装算 主位 叶小姐当初不但救了我的命 还赐下了神药 让我恢复如初 这就是给叶小姐卖命的好处 哈哈 赵黑龙 你到底按把叶小姐吩咐的坐呀 林承 你和狗杂种你休想 好好好 那我觉得你 休息不了 啊 啊 啊 小姐 小姐 你敢动我呢 你骂的贱人 我早就看你不受养了 拿了我的钱听江峰的话 你真把我弄开 是吗 啊 车 你干什么 你 你还想吓我啊 今天叶小姐的 就包括那个狗屁 新娘啊 都不知道飞哪儿去了 还有那个王八蛋江峰 哈哈 真以为有这个女人给你撑腰 你就可以无法无天了 新娘 刚才是谁说的不怕呀 谁说我怕了 清 清 清轮 你今天有燕小姐在此 我看你能够帮我怎么样 你就是那个当初迫害我家主人的女人 果然一副尖酸刻薄的狐媚样 今天我便要看看 你究竟有几心极力 拿下 就这点本事 林丑 看来你选的主子也不怎么样 你不要管他 四星战将倒是有点尽量 不过也就仅此而已了 无名 看来我今天运气不错 还能尝尝四星战将的作用 什么人 没什么漏皮 今天已经令到了奔布神王的地步 为何还敢信当狗 你眼中高高在上的奔布神 在燕小姐家中 不过是排名第四的高手吧 哈哈哈哈 你这个该死的鸟 看谁听错了主人 你你们需要嚣张 一会我家主人来了 你们都得死 你家主人 不好意思 我那曾经的飞龙丈夫啊 现在已经变成一团渣吧 不可能 我家主人怎么可能死在你手中 走 走 什么 就是主人 没什么意思了 送他们去见江峰吧 想不到堂堂的四星战将 在夜战面前 竟然如同土匙娃族一般 是 确实可怜呐 要不怎么说要查两个眼睛呢 人啊他要是跟错了组织 那他就是智慧前途哦 之前叶家坐在第四家的位置上 人家机身衣还有人费 恐怕精神不好 再没有人敢质疑了吧 叶清雪 就凭区区一件炸药 也想杀我江峰 你也太小瞧我了吧 好可怕的那人 只是听声音 我就感觉自焦爆炸了 江峰 用手给我出来 别他妈装身弄鬼的 用手出来一站 与叶家无关的人滚 叶清雪 杀父灵弩之仇 我等了十年 今日 该清算了 对不起主人 属下给您丢脸了 你已经尽力了 接下来交给我 江峰 你觉得没死啊 这么可能 摸不下去 是在找这个吗 你 你怎么拿出来了 雕虫小记 还你 叶小姐 废 叶清雪 十五位已废 还有什么手段 江峰 这么多年不见 你倒是长进了 不过你以为 这样程度的你 就可以挑衅叶家了 江峰 今天叶家高手如鱼 你死定了 主人说话 你全非什么 江峰 看来你是真的没有把我放在眼里 好啊 金 我便送你去见你那死骨爹娘 哼 无名无情无依无心 都把他拿下打断四肢 我要让他像他爹一样 在我面前吵不掉 在四大高手面前 你就是个龙蚁 出人消息 这群土鸡挖钩 有何可据 拿过来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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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 你就是战胜紧强者 你究竟什么决策 我是惊人灭掉叶家之人 江峰 我没想到你现在已经进入了神王之上 怪不得爆炸之下你能好放不上 但你莫要以为如此 我夜清雪便怕了 十年之前我的命你全家靠的是我心机绸缪 十年之后即便你进入了战神境 我也依然可以杀你 这一次 我靠的是权势滔天 就凭你 就凭我 四大神女已经答应我来到云州 即便你再能打 你能打得过四大神女吗 能打得过千区万马吗 我几个其他三大大神又来 哈哈哈哈 江峰 峰你来的太快了 你才嚣张啊 你凭什么以为四大神女是来帮你的 四大神女不是来帮叶小姐和楚少他 难道是来帮你的 四大神女的 小粉我姐来了 你死定了 姐 小粉你说四大神女是来帮你 我们看他到底当谁 嘿嘿 姐 你可算来了 你可一定要弟弟做主啊 神女 可算把你们叹了 哎 江峰这个恶徒 可有一点点小时力 把我们欺负够了 你们得给我们做主啊 四位大人 陈蒙你们光临我的生日宴会 只是现在有这恶徒情凶 多得我叶清雪不说了 如果四位神女大人 愿意帮助我朱砂此料 今后 我叶家 一定顶礼之耻 江峰 这次我看你怎么死 姐 你干什么什么 你这是打我 打你 杀了你的不解我心痛之恨 姐 那你怕这个丧家就沉不沉 就以为他是战神经 你叫这种杀的弟弟吗 你可知道你一口一个的丧家这小事情 他是我师父 是我们四大神女的师父 什么 师父 是 有 是 还 他 是 他 是 他 我 我 是我姐的师座 我都缺负了什么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江峰 你一条丧家野犬 怎么可能是玄元天尊 我不相信 叶清雪 你信与不信与不重要 你本是一名气阴 我父母好心将你收留 势如己出我江家上上下下 视你为掌上民主 而你呢 为了一己私欲 夺我江家基业 还那般对待我的父母 这些年你靠着权势 大肆的排除义气 手下如陈林之流 七行八实 污落不作 长了多少人的先险 为人服务 不孝 为人欺 你不忠 根本就不配做人 今日 我必让你血载血长 四大选你听令 在 今日 世灭夜想 世灭夜想 叶清雪 你还有什么依言吗 完了 这下完了 江峰 你杀不了我 看来当初你的背后 果然诱人 你还挺聪明的 不过也像以前一样 你以为靠着四大神女 就能翻盘吗 你做梦 孙朗 刘老 刘老 请 叶小姐 你不用担心 今日老夫在此 我看谁敢动你一根寒 老杂毛 分不分青红造白 这样草剑人兵的家伙 你也敢救 再说了 你是谁啊 四大神女都尊江峰为师 你也敢诈刺 老夫 我乃农国宋德 我乃农国兵部上书 我乃农国兵部上书 不然 我乃农国 兵部上书 兵部上书 户部上书 我乃农国兵部上书 四大神女的冰冰都被卸 我 看你怎么装滅 江峰 现在 我 所以说 当初灭我江家背后的主使 就是你们二人 哈哈哈哈 谁在你们江家不为国尽忠 当初 是不与你们同流口才对吧 哈哈 哈哈 哈哈哈哈 那一句话 要怪也怪你的父亲不长眼睛 江峰啊 没想到你现在闹出这么大的动作 你管我们要收拾你 那你轻而易举的事 江峰 你所依仗的四大神 在宋老夫刘老眼前 不过是四条开门曲罢 当初你只能默默 看着我杀死一次 真是个娇滴滴的小美人啊 只可惜跟错人了 凌晨 一会儿使出你的本事来 让这位陈琳啊 体会一下真正当女人的子 哈哈哈哈 哈哈哈 江峰你 你江峰 老夫在此 你也敢行凶 四大神女 把他给我拉下 怎么 你们想造反吗 宋大人看来是忘了 您刚刚已经下了我们的兵权 我们已经不是四大神女了 干嘛要听你的调请 张峰 你要干什么 你敢动老夫一根寒毛 你就是叛国 叛国 又因杀你 你也配 你 放死 江峰 我们可是上手 上手 一个不为民着想搜刮名才扶持党女 也配成上手 放了 你姐不应 你敢对我们一直大人动手 你敢 你咋子 我马上 掉十万大军 全部坑杀你们 喂 我宋德 马上给我掉十万大军过来 出兵呢 哼江峰 我看你这次往哪跑 这怎么这么快啊 新卫是来杀你们的 江峰你傻啊 谁敢动两位 上书大人 我敢 谁说的 这老长 我发现 江峰 老公 没有来晚吧 晚倒是不晚 不过你要能把事情处理好了 啊 我大爷 你可以不记得 都起来吧 郭主 江峰 你好大胆子 你竟敢如此和国主说话 国主 你不要听这家伙的残言 残言 宋德刘书阳 十年前你们干的丑事 我已经自喜了 十年中 贪账王法的证据 已经摆在了我的暗头之上 你们最该换死 嗯 郭主 这完全是诬陷啊 是谁听了这句 江峰吗 他一介不易 他的话怎么能相信呢 不易 不易如何 我龙国 乃是由千千万万不易开拓 不易 乃是我龙国的魂 是我龙国的根 不易就是我龙国的万里江山 我龙国的万里江山 就是天下的不易百姓 心中有百姓 有不易 你们身上的一团珠子才是权贵 没有百姓没有不易 你们就是身穿官服 那也是一官群兽 郭主 不用再说了 案例当斩 郭主 还有他们 郭主饶命呢 江大美我查错了 你找了我吧 江峰哥哥 就找郭伯吧 我们可是夫妻啊 我还是你妹妹呢 那时候 那时候就是宋德和刘师傅呀 他们逼死我的 你饶过我吧 今日就多谢郭主了 是我对不起的江家 过去的事情江峰已经不想再提 郭主刚才那番话 足以告慰我父母在天之礼 江峰还有事 就不便多赔了 江峰 你可愿意做我龙国神帅 持龙拳 披蟒袍 心中有龙国 不穿蟒袍 亦可护国 行中有家国 我江峰一介不一 亦可不妄立何山 那样 我们走吧 龙国护卫 知心命令 主人 属下已将林业两人祭奠老夫人 辛苦了 娘 孩儿来看你了 当年的血海深仇 孩儿抱了 您和父亲在天之灵 是可以安息了 阿姨我也来看您了 好 娘 你看我给你找的儿媳 您还满意吗 谁是你媳妇 你怎么能在阿姨面前说这些 林儿 我娘要是看见了这么漂亮的儿媳妇 她会为我们感到高兴的 杰元 准备好了吗 都准备好了 随时可以移关 江峰 你要李阿姨切坟 我母亲的尸骨 是当年江家一位老部下带出来的 破于叶家压力 这么多年 都埋在这无名山上 如今叶家已灭 我自然要将我们江家的尸骨葬在一起 林儿 等这件事情完成了 我一定为你举办一场宽室婚礼 让天下所有人都见证 那可就说好了 你若反悔 天打雷劈 我若反悔 天打雷劈 怎么 你现在就反悔了 这是七玉雷 主人 老夫人的梦 何妨小小快出来 江峰 别来无恙 可清雪 你怎么没死 不必惊讶 你杀掉的不过是我的一个替身 江峰 咱们两个的账还没完呢 想救你母亲吗 那就来帝都吧 我在帝都等 我母亲 可清雪 你都说清楚 主人 墓里没有老夫人 什么 江峰你没事吧 叶浅雪 叶浅雪 不管你是什么人 管你背后有谁 你 尽量让你们错顾杨晖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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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